今天早上的上班时间 一列男行的Q车 在布鲁伦布莱顿海滩的一段高架桥上 发生轻微出轨意外 索性无人受伤 不过Q车和B车就要改道 地铁服务全日受到影响 今天早上8点55分 一列男行的Q车经户外高架桥 驶入布莱顿海滩车站时 第二列车卡出轨 但及时刹车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只有一名孕妇被捕轻微拉伤 地铁当局及时派出救援列车 接走被困车厢的135名乘客 并进行维修 以及调查是意外成因 受工程影响 地铁多条路线服务受到影响 Q车由大西洋大道至康尼岛的一段路 要改型N车路轨 B车亦要取消来往曼哈顿至布鲁伦的服务 改以曼哈顿二大道作为终点站 大都会运输局呼吁库克 改搭C车和D车来往曼哈顿和布鲁伦 在布鲁伦的市民 亦可搭乘B16 B41和B68号巴士 来往各个停驶的Q车站 当局提醒乘客 出门前请浏览MTA.info网站 了解最新的改道情况 前纽约市议员威尔斯 昨日被判私吞公款罪程 将面临最高7年监禁 案件押后至8月10日判刑 威尔斯已经表明上诉 威尔斯在2014年被捕 控方案情指 威尔斯透过旗下的非牟利组织 New York for Life申请政府拨款 但多年来私吞了合计3万元公款 以购买私人衣服 餐饮和汽油 其中一次更以690元 购买一个路易威登的手包 另外威尔斯一辈子私吞 11,500元选购经费来购物 包括光顾百货公司和维多利亚的秘密 内衣店等 以及在Dunkin Donuts购买甜甜圈 威尔斯自2011年起 当选皇后区雅买家选区的议员 并连任至今 今次他背叛罪程 同时自动丧失议员资格 纽约市议长马力逃发表声明表示 任何民选的公职人员 都应该保持廉洁与诚信 认为同属民主党的威尔斯 已不能再履行职务 威尔斯目前获准自签保释 他庭外强调自己清白 坚称自己没有私吞公款 只是拿回拨款到手前 自己垫资的金额 又质疑控方隐瞒有力辩方的证据 他已表明上诉 警方昨日在皇后区法拉盛 扣查一名男子 怀疑就是本星期 区内两宗强奸案的一番 首宗强奸案发生在本星期二晚上11点 32岁的女侍主在凯西娜走廊公园内 被一名陌生男子用刀指下截去50元现金 并拉入丛林墙间 第二宗案件同样发生在凯西娜走廊公园 17岁的女侍主星期三晚上11点半在公园内跑步 同样被陌生男子用刀指下和性侵犯 警方表示两名受害人形容的遗犯都有相同特征 估计是同一人犯案 直到昨日警方巡逻案发公园时发现一名男子 与受害人形容的遗犯特征相吻 于是扣留对方调查 警方消息指被扣查男子现年30岁 有12宗刑窃和毒品案底 相信他就是遗犯将会做出正式拘捕和起诉 布鲁伦皇冠高地今天凌晨发生枪击案 十枪男子齐后被警方开枪制服 今天凌晨一点半左右 警方接报德西皇冠高地罗切斯特大道 于斯特林广场交界发生枪击案 三名便衣警员到场后 发现20岁的枪手正在追逐另一名男子 并向对方开枪 警方及时警告二人停止追逐 但未被理会 之后三人中的一名警官开枪 射中枪手的腿部将他制服 并夺回他使用的0.25口径手枪 警方表示被捕男子有七宗案底 目前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 警方今日凌晨在布朗市一个住所 找回史丹顿岛一名被锁上手铐 只穿底裤衫的逃犯 被捕男子卡鲁现年41岁 他2013年因入屋报窃罪成被判入狱 15年提早假释但要守行为 警方表示卡鲁因今年4月涉嫌贩毒 违反假释条件 于是在昨天早上7点 于他使丹顿岛的住所将他拘捕 并锁上手铐 但最终被对方逃走 卡鲁逃走时 身上只穿着背心和底裤 延至今天凌晨1点15分 警方在卡鲁一名前女友的 西朗市单位找回卡鲁 将他拘捕 控以刑事藏有及贩卖 受管制药物 以及羁押中逃走等罪名 纽约市长白思豪 昨天在皇后区白石镇探访时 被一名街坊追骂 指他本月初访问德国 参加反20国集团示威 是滥用公费和美国作对 白石镇是皇后区内 一个保守派社区 白思豪昨日探访该区 和居民交流 并宣布斥资1600万元 修弃区内人行道 却遇上一名居民示威 63岁的街坊围棋 追着白思豪 只骂他在本月初 国庆节发生女警枪击案后 没有留守纽约市 更前往德国 参加反20国集团示威 形容白思豪是和美国 以及纽约市民作对 围棋又指白思豪 与其乱用公费访问德国 不如增加警方资源 或休憩街边的数目 白思豪未有回应便离开 白思豪本月6日应邀访问德国 他的行程有德国方面支付 但负责市长保安的随行人员开支 则由市政府买单 为丰富社区民众的夏日生活 由法拉盛华商会 市警109分局 以及亲情健保携手 于20日晚在法拉盛举办 室外电影之夜 几百位民众家长带领孩子积极参与 场面十分热闹 来看报道 活动还未开始 已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 在PS20小学门口排队等候入场 随着陆续入场 法拉盛109分局警员 向孩子们分发爆米花 亲自为孩子们制作棉花糖 孩子和家长们各个表示 非常开心和激动 我们今天要看电影 所以我们能有免费的食物 还有吃的 报纸啊 还有那个听 1380也听讲过 然后在那个公园 它也有109分局也有发传单 直到就是赵恩给小孩子的 那种卡通篇嘛 孩子很喜欢 就是感觉这个挺好的这个活动 109分局社区联络官黄宁清介绍 分局保护民众安全的同时 致力于与社区组织合作 开展各式各样的免费活动 希望通过活动 增进进民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 我们每年都会是举办一个movie night 然后希望所有的孩子们 然后不同种族 不同那个族裔的 都能一起过来一起来看电影 然后就是对这个社区的话 更加的融合 影片放映中虽然下起小雨 待民众依然保持热情 春伞完整看完了整场电影 华与电视记者参谋了 以典��rage 文字幕提供